大家好 我是Sophia 因为我每天早晨呢 我都要吃一个煮鸡蛋 今天呢 我就想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煮鸡蛋的 而且呢很方便很快捷 又不用浪费很多水 现在我就做给大家看 首先 把这个纸巾 一张纸巾 放在这个电饭锅的里头 鸡蛋我今天煮三个 三个鸡蛋 洗干净 以后放在电饭锅里头 加水 水呢就加到呢 把纸巾 没了就好了 不用加很多水 一点点 就把纸巾给撕了就可以了 纸巾撕透了就可以就可以了 这样子 就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 盖上锅盖 以后按下煮饭键 煮八分钟就可以了 现在开始煮 时间到我们关火 鸡蛋煮好了 我现在剥一下 给大家看 非常的容易剥 拿个纸巾包上它 因为它还好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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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碎 这样煮出来的鸡蛋呢 也不用放 冷水里头泡 它才好拨 这样子的就不需要 如果是拿锅煮出来的 在炉子上煮出来的 还要放在冷水里头浸泡一下 这个蛋壳才容易剥出来 这样子煮出来的呢 这个蛋壳 非常非常的容易剥 非常的光滑 漂亮 一点也没有沾 粘壳的感觉和 瑕疵 我切开给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漂亮 而且也没有感觉到煮过头的感觉 非常的好 这样子煮出来的鸡蛋呢 又方便 又快捷 而且一点点水就好了 煮出来的鸡蛋特别好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给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